美国现在看到了拉拢日韩 还有包括等一下聊的太平洋岛国 那当然对抗的就是中国大陆 还有包括是中俄朝三国联手 现在让美方非常大的压力 那美日韩的峰会呢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18号 预计在这个华盛顿的大卫营 要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还有韩国总统尹熙举行三方的领袖峰会 美日韩未来将会定期在韩半岛举行联合军演 并且改善情报分享的机制 而且要掌握北韩是射飞弹的 实地的实时的状况 三国领袖也同意说 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三方的峰会 来加强三国的合作 现在看到美日韩就是朝联手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方向 当然为的就是对抗中俄朝的可能联手 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石原老师正好今天来分析一下 日本跟韩国我们向来知道说 各有各自的利益考量 真的美日韩你说美日跟美韩要合作 这不意外 可是日韩之间的不合 真的是完全可以消除吗 这个当然日韩之间的矛盾是 长期来说不容易消除 不过其实我先讲美国的部分 因为美国白点的部分是来说 同盟关系来减少自己的安保上的负担 这是在美国的利益来说非常一致的 第二个部分日本来说包含北韩 当然只要是北韩 因为中国东北亚的安全问题 利美韩的安保的合作的架构 还是很重要 难过这次美国开会 这次的报道说以后就定期开会了 这个我觉得非常极大肯定 对日本的利益来说 利美韩之间过去文在元那个时代 这个情报分享的问题 他每次这个东西要不要延起 当作对日本关系的筹码 这些日本方面感觉 每次受到一些韩国的骚扰 不过如果利美韩的安全的一些合作的机器 搞定的话 这方面韩国为了对干日本什么样 不会脱离现实的一些态度 老师因为关键在于说情报共享 这个部分我觉得 会不会日韩在情报这个部分 就不会这么大方 我这个是日韩之间也许不容易 不过是美国主导 美日加韩国 美韩加日这样的架构 日韩单独做当然可能有些问题 当然美国在中间应该一起处理 可能比较好戏的 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拜登总统的提案 希望为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还有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以及帛琉共和国三个岛屿之间的 一个自由联系契约 简称是COFA 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 主要是因为美国为这三个国家 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 还有安全援助 而这三国则同意让美国增建基地 追踪飞越太平洋的弹道飞弹 而且还要同意让中国大陆 北京方面无法涉足这一块面积 大约是560万平方公里的 这个太平洋地区 所以说如果真的成功的跟这三个国家签订这个安全协议 大家想问的是到底能够抵消多少大陆差旗 特别在苏尔门 苏罗门寻岛所带来的威胁 我们先提到其实中国在上个月7月10号跟索罗门 跟这个索罗门他其实就是很突然的签了一个叫全面战略伙伴协定 把美国集了 显得意见中国现在已经明确已经插旗在这个所谓太平洋岛国 所以这次美国他这个就是铁了心就是要跟索罗门搏留这些人来进行所谓的签订一个叫自由联系的契约 那再来看起来为什么这个战略地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因为之所以是成为中美的一个兵家逼争之地是来自于 因为他具有重要的一个战略地理 那因为他是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一个潜艇基地 然后也可以对中国的潜在敌人进行他的一个潜报监视 还有他的这个潜报收集 那此外呢其实他也可以部署所谓弹道飞弹的一个追踪 那包括还限制中国的影响力 那所以他就是美国可以限制中国来这个在五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影响力 那此外也能防止中国在这边进行他的军事基地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最近无所不用其极 除了这用带路海上丝绸之路来进行这个在太平洋岛的一个经济的援助之外 其实他在军事在安全上也有很多的力量 那所以呢其实以往我们在乎这个说的印太这个地区 其实太平洋现在也是中美博弈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热点的一个地区 那因此看起来呢其实如果说这是美国呢 他能够跟这个跟这个不管是博留三个国家 那他们能够签署的话那显然意见就可以跟中国呢 就是在另外在印太地区开辟的一个 另外一个从军事外交到经济的一个官方 中国大陆呢也在进行他们的外交初级 我们看到了王毅 因为他回国中国大陆外长之后呢 正在进行回任外长之后的首次出访 而且第一次出访呢目标就锁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柬埔寨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出访呢加强中国大陆跟东协之间的关系 像是在新加坡他见到了李显龙也跟黄巡才见面 那么特别在跟李显龙会晤的时候呢 王毅就批评说美国是单极霸权 胁迫他国搞针对中国的单边保护主义 我请教一下黄老师啊 就是这个回任之后的首度出访 王毅会选择新加坡马来西亚跟柬埔寨三国最重要的关键是 我们不要从这单为什么是这三国 我觉得也不要去从为什么是王毅回任以后 因为我觉得这一盘棋是高于这一个观察点的 那么从1990年代中国大陆搞的所谓 木林友好伙伴关系江泽民时代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以后讲以灵为伴 与灵为善 很简单的说中南半岛或者是整个东斜 对中国来讲就是后院 也是比较靠近的邻居 那么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个访问 你要单独来讲的话 对新加坡来讲 它是要抵消一点点美心 美国跟新加坡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那对于马来西亚跟柬埔寨来讲 其实这两个国家根本就不太有实力 和意愿去挑战北京的 所以把它当放在一起的分析不一定正确 反而是要拉高去看一个局 其实这个访问不因为是王毅想要去 而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确实反映出了一个 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积极作为 已经有感了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回应 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不管是对于美 我们刚刚讲到的美日韩之间的问题 或者是美国跟东协国家 跟太平洋岛国等等合作 整个印太这个局步起来以后 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们不要讲围堵 也不要讲封锁 也不要讲包围 但是在整个印太地区 中国大陆现在是处于相对比较孤单的一面 所以它必须要破这个局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的话 你看沙烏地阿拉伯的那个 有关乌克兰的会议 中国大陆被邀请参加 所以就整个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它必须要在这些议题上面 展开另一波的积极性 不然的话美国这个旗 每一个地方下到 都有中国大陆必须要面对的对外痛点 美方在东北亚布局 中国大陆就在东南亚先给你布局 从一个制高点来看的话 各布各的局 但是最近韩国的一项决定 倒让大家觉得很好奇 就是中国海警局在最近表示说 中国海警船还有俄罗斯跟韩国在内的 好几个国家的海岸警卫队 从8月7号到8月10号 这几天在宁波举行了联合海上直发演习 联合演习是这个年度 北太平洋海警船训练的一部分 主要演习的科目 就是针对海上毒品走私的打击 韩国海警跟中国海警之间 大家也在好奇是 未来还有可能会发展出什么样合作的内容 没有 其实这个合作它并不是这一次才开始 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 中国海警局就跟韩国的海洋警察局 有一个共同合作的备忘录 那到目前为止 今年的6月13号 它就已经进行了第6次的交流 高级别的交流 就是两边的局长跟厅长 还有所有的这些重要的主管 他们主要的交流有人员互访业务交流 联合巡航以及共同打击海上犯罪 那这个2015年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将近8年的时间 那其实当中前面的两任韩国总统 包含不仅会跟文在寅 大概都是比较跟中国比较友好的总统 所以我想维持这样子是没有问题 那这次比较要去关注的就是说 即便现在美日韩已经美国在中间 想要去拉拢形成这个新的在东亚地区的同盟关系 但看得出来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隐习岳总统依然同意 让韩国的海上海洋警察厅去参与这个活动 而且我要说它不是8月份这些参与 它是6月份的时候 它又去进行了高级别的交流 那延续到8月份 它除了在中间去了多地 包含青岛上海其他地方参访之外 它还参与了这些演习 当然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海洋警察厅直接派船舰来参与这个演习活动 但是他们后面提到了我想共同声明提到说 共同打击海上的这个犯罪 那以及联合的巡航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我想 你觉得他们可能在另一个方面来讲也不希望说 放弃掉过去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管道 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合作的筹码 我想除了美国在中间去做天平之外 那我想其他国家也一定会希望说在未来它期待的并不是 大家去结盟期待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和平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扮演自我调整的角色 然后让这个状况能更加的平衡 所以我觉得就是延续过去友好的关系 这个我想大家都不会想说 我马上因为新的局势来我就要放弃掉 而是在新的局势里面 我怎么去利用这些过去既有的管道 来增加彼此的影响力 确实对韩国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either or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它也必须要针对它自己的自身利益去多做考量 好等一下回到节目也要来看 就是中国大陆分三批开放民众出国团游这件事情 怎么观察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势 掌握两岸动态 真心地人局势 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怀疑学习店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上朋友请帮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